大家好,想吃蛋挞,不用出去买了,外面买的5块钱一个,在家做成本不到2块钱,自己做的干净卫生,经济又实惠,外皮酥脆,奶香四溢,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哦,其实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,下面一起来看看吧,首先小碗中打入三个你家没有的母鸡蛋, 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20克棉白糖,再加入150克鲜奶,用筷子充分地把它搅拌均匀,下面用肉勺过滤出打不碎的蛋清和气泡,像这样就好了,用筷子调起来四六五段,非常的细腻,接下来准备8个超市买来的蛋挞提, 里面倒入7分满我们打好的鸡蛋液, 把每一个小碗里面再放入自己喜欢吃的果干,我这里放的是葡萄干, 然后再把它端到微博炉中,放的时候中间要给它留一点空隙, 全部均匀的把它放到微博炉中,然后再把盖子盖上,咱们给它选择蛋糕模式,按启动键,开始烤14分钟, 净等美食出锅,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,哇,满厨房飘香呀,奶香四溢,看着就非常的有人,用筷子把它取出来,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,金黄金黄的,外皮看着就非常的酥脆, 一道非常好吃的蛋挞就做好了,放到黑色的盘中,当上桌一家人就可以美味的享用了,还没等出锅,就把戈壁家小孩都掺酷了,大家看一下,颜色金黄,外皮酥脆,奶香十足,真的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哦,自己做的干净尾声,经济实惠,每一个都真菜实料, 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嗯,真的是太好吃了 里面有葡萄干,鸡蛋牛奶,营养非常的丰富 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 一口气连吃这一盘都不过瘾 自己在家做蛋挞,想吃多少就做多少 家里没有烤箱的,用微波炉也能做 喜欢的朋友,赶紧收藏起来,有时间做给家人尝尝吧 绝对比外面买的干净好吃 做法非常的简单 好了,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,请点赞收藏,转发评论,支持一下吧 点开我头像,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